有一种声音 无论我们年岁几何 无论长大后的我们身在何方 它的旋律总会萦绕在耳旁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应该是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有一颗美丽的人黄 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小罗桃的滴滴吹 小小少年温少烦恼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 已经甜蜜甜蜜上太阳 那遥远的消散 一带山一带 两只狼 星星眨着眼睛 挖呀 爱你初恋的花园 这个暑假 爸爸妈妈跟我们一起唱 爷爷奶奶和我们一起说 用跳动的音符串联你我 让开怀的笑声尽情飞扬 月亮姐姐喊你来 暑期草坪亲子音乐会 共享全家的幸福时光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这个梢 北面还叫天阳 北面还叫天阳 明天明天这个梢 将是明月春花 将是明月春花 明天明天这个梢 明天明天明天就梢 将是明月春花 明天明天就梢 北面还叫天阳 北面还叫天阳 明天明天就梢 将是明月春花 将是明月春花 欢迎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们 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来到我们的亲子演唱会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我们请来一个特殊的乐队 他们是四位奶爸组成的 Hello 爸爸乐队 那今天我们要给小朋友们 带来一场不一样的亲子演唱会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这些歌曲很多都是爸爸妈妈 还有爷爷奶奶小时候唱的歌曲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当然要玩经典的游戏 那这些游戏在我们童年的回忆当中 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的 接下来这个游戏可特别有意思 就是击鼓传花 我们的花呢 已经在第一位小朋友的手中了啊 击鼓传花开始 来吧 来吧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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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几苦长发继续开始 来吧 这位小朋友呢 好嘞 音乐之声啊 也是我们小朋友们 特别喜欢的经典的童谣 来 准备好 预备 几股传花 开始 这感觉花都很烫嘛 这好多小孩没有被传到 好 啥意思啊 这才被发现了一个宝藏啊 这是啊 来 先介绍一下 我叫哈斯 然后我是小型乐团 孩子们的哥哥 我插一首我们民族的 那个童谣吧 一个小病 一个小病 这个人的天使 这个人的天使 不然我能哭啦和说 不然我能哭啦和说 你得跟咖啥 你得跟咖啥 这是什么歌啊 童谣 看来这个经典的童谣会被翻译成 很多很多民族的语言 世界各地的语言来唱是吧 击鼓传花继续 哇 这你唱歌 你给我啦 掌声欢迎我们的大朋友杨洪基老师 童谣应该是非常通俗 非常易唱的 旋律很简单 歌词也很简单 我很愿意跟小朋友们一块唱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清脆的山村里 这里有棍花呀 这里有绿草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梨 嘀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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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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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哩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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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春天在小朋友眼睛里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迷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 看见红的花呀 看见绿的草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蜜 春天在小朋友眼睛里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蜜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 看见红的花呀 看见绿的草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蜜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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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唱得好不好听啊 杨老师您小时候唱的第一首儿歌 我想了一下 刚才有一位先生唱了一个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个没有耳朵 一个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这个两只老虎 确实是我们童年大家都会唱的 而且当时还特别奇怪 就想问为什么一只没有耳朵 一只没有眼睛 还是一只没有尾巴 反正到底为什么奇怪 就乱唱一句话 就都是挺奇怪的 是吧 所以您除了两只老虎 您还得接着唱 我在马路边牵到一分圈 把他听他叔叔的手里面 我觉得您唱完歌吧 反正我们听的都是魅生的感觉 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 是一个很快乐的事 我发现我现在可能老了 已经八十多岁了 这突然对孩子们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我这个门口有一个幼儿园 我每天我都在窗户上看着 他们送孩子的时候 我只要在家我就看这么多孩子 从外面迎接来 一个非常快乐 你看多少孩子在您眼前蹦呢 是 是 所以看到孩子特别高兴 反正我知道杨洪基老师 唱的歌特别的多 其中我们看到一个资料 是199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您还唱了《归兔赛跑》这样的儿歌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资料片 我们前日一日用一夜用 紧张悲战表面送表面送 心理状态我们占有我们占有 所以那个时候那应该是三十年前了 到了很多年了 未来我们节目到时候请您来 我们一定配最好的钢琴 让您跟很多很多热爱唱歌的小朋友 一起重新编配一些经典的歌曲 带给大家 好不好 我很愿意跟小朋友们一块唱 太好了 我们跟杨老师有这个约定了 那在杨老师的心目当中 您觉得童谣是什么 童谣应该是非常通俗 非常易唱的 学历很简单 歌词也很简单 实际也很上口 也很好唱 可能里头还有的 还有一些哲理 这一次发起的征集活动 我们是向全社会摇曰 希望大家真的都能够 潜下心来为孩子们创作 然后希望我们的大艺术家 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传唱 好不好 一定的 一定的 那今天我得给杨老师推荐一首 现在孩子们最喜欢唱的 特别火的一首歌叫 《勇气大宝宝》 你们都会唱吗 杨老师 可惜我都没听过 我们必须得把杨老师 教会第一句好不好 谁愿意当个小老师的 谁得教 谁得教 饼干 饼干 来来 你叫杨老师唱 好 预备 开始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达啦滴达啦 好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达啦滴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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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达啦滴达啦 他能实现小小愿望 有神奇魔法 他能实现小小愿望 有神奇魔法 他能实现小小愿望 有神奇魔法 都回来 他能实现小小愿望 他能实现小学生 的流失 是有小的 忍战 那我看见 他能实现大名 oke 就让那些正在 你也感动一下 那我把这种子 你很忍悠 带有什么 全都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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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童年是不是必须要听着这首歌 才能写完作业 你是不是也曾反复练习这首歌 想把歌声与微笑带到海角天涯 今天月亮姐姐喊你来 暑期草坪亲子音乐会 共享全家的幸福时光 接下来这个游戏 我得请爸爸妈妈鼓励们参加 就是跳皮筋 谁会跳皮筋啊 举手我看看 你会跳 太棒了 来吧 准备 开始 小皮球 香蕉梨 马兰开花21 256 257 2829 31 356 357 3839 41 456 457 4849 51 956 957 9899 110 51 51 一个小小的游戏带出了我们的惊喜嘉宾 请掌声欢迎马凡淑淑 童谣就会带到小时候那个感觉当中会忽然一下子都会想妈妈 所以那个歌对我来说可能是我每一次就是储存在记忆深处最美最美的那个童谣 我 你觉得童谣是什么 在我的感觉当中 童谣就是妈妈每天睡前哄我最温柔的那个时刻 对那个声音有记忆吗 就特别有记忆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爸爸妈妈听过因为这个童谣其实是东北的一个小调 它也叫摇篮曲 每一次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小时候我妈哄我睡觉的时候 然后到长大了之后 有一次在歌唱节目和一个电影当中听到 我就发现好像那个旋律就是特出我累点的一个旋律 每次听到那个歌就会带到小时候那个感觉当中会忽然一下子特别想妈妈 所以那个歌对我来说可能是储存在记忆深处最美最美的那个童谣 那我们得听一听那个东北的摇篮曲到底跟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摇篮曲是不是同一首对不对 风儿静音月儿鸣 树叶照窗铃 树叶照窗铃 我就扶琴瑟了 有东北特色我还以为是风儿哪嘎的 青少女儿哪嘎的名字 你也肯定有的我真是不记得词了 因为那会儿应该通常唱到第四句我就已经睡着了 对所以我们的记忆点也只有前三句 一般童谣都很短 不管它是能记住几句 但是它是最最能够温暖我们内心的那一部分 那凡凡是90后 在你的童年记忆当中 除了妈妈给你哼唱了这种睡前的小童谣之外 肯定还有很多的儿歌是陪伴你长大的 对 大风车对不对 都会唱吧 对不对 大风车 这里的风景真好看 天好看 地好看 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咱们两个唱得最欢 对 爸爸妈妈唱得也挺带劲的 因为我可能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年龄段的 而且那时候我想想还能不能对上跟爸爸妈妈的暗号 每一次我放学回家 就是电视里应该就是开始放动画片的时间段了 西游记老板的白龙马那个西游记 赵夕拖着汤三藏跟着撒土地 西天取经上大岛 彼得九十几万里 什么美女话题 什么岛上火海 什么陷阱会提 什么幽默推卖 什么美女话题 什么岛上火海 什么陷阱会提 都藏不住火焰 静静如一方 不同是足骚 超兴趣 第二首暗号 第二首暗号是她 对上了 接下来继续对暗号 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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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的书客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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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弹课的beta 停 请问 我现在要提问了 唱了几遍书客 8遍 8遍吧 都不用数 直接回答出来了 8遍 真的吗 唱了几遍beta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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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真是旁边 我怎么 那他们什么时候数的呀 太好玩了 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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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的书客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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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堂客的书客 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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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还有什么 乎乎啊乎乎啊 一根框香七个花 风吹雨大都不怕 啦啦啦啦 乎乎啊 乎乎乎啊 乎乎乎乎啊 乎乎啊 嗨 葫芦蛙 葫芦蛙 一根捧上几朵花 风吹雨淡 动哈 啦啦啦啦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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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真呀真邋遢 邋遢大王就是他 没人喜欢他 小邋遢 忽然有一篇了都唱 邋遢大王不邋遢 我们大家喜欢他 终于在最后一刻 大家唱齐了 但是这就是 从年儿时美好的动画片里面的主题歌 带给我们最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是的 刚才我们都是动画片来对暗号 是 现在还有一个儿歌 我先学到 估计小朋友就都带动起来了 这个暗号我觉得一定是全场 这次最成功的一次对暗号 大家一起来好不好 等我喊口令看看会不会 一北起 在小小的花园里 也挖呀挖呀挖 种小小的种子 开小小的花 在大大的花园里 一眼挖呀挖呀挖呀挖 种大大的种子 开大大的花 过期可以的 那么请问还有哪首童谣是在你的人生记忆当中特别有意义的一首歌呢 有一个是我记得就是因为很大了吗感觉已经不是唱童谣的年纪了 但那个是我在一考的时候就是上高三考大学 他需要唱一首歌 我想说怎么唱我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就想说扬长必短 我就觉得好像蜗牛与黄鲤鸟很简单 所以我们现场再来一次一考还原一下好不好 阿门阿牵一棵葡萄 阿门阿门绿的刚发呀 我扭背着那种种的壳呀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阿叔阿上两只黄鲤鸭 阿兮阿兮哈哈在笑他 葡萄成熟还到底很难 现在上来干什么 阿花阿黄鲤儿不要笑 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 真棒 谢谢 我真的觉得我唱完了这首歌 在这儿 跟小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家长们一起唱完这首歌 这首歌在我的童年记忆当中 它才是完整的一首童谣 我们替你的童年人 童年的歌就像一道光 让我们看到彩色 这个暑假 听老中青三代人聊温暖的童年故事 在林间畅响草地上盘坐 和爸爸妈妈一起唱熟悉的童年歌谣 在阳光下奔跑山水间欢歌 月亮姐姐喊你来 暑期草坪亲子音乐会 共享全家的幸福时光 好 接下来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小伙子 好 特别特别了不起 别看他小小的年纪 自己已经开始做词做曲了 今天这位叫做王亚伦的小朋友 就会给我们带来他的原创歌曲 叫做《找个好朋友》 欢迎唱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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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人演唱 它真是烈 萝辰 的 好 太棒了 谢谢 在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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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健康快乐的成长 童谣也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一起出发 去发现更多好听的儿歌 和他们做朋友 大家说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找朋友吧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 金戈里要我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跟旁边的人一起交朋友 跟旁边的人一起交朋友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 金戈里要我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哟哟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你是我的朋友 哟哟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 金戈里要我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 金戈里要我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方朋友 我与我 Rose車 是我的好朋友 我把朋友 张高豪 好朋友 好朋友 吧 就是我的好朋友 谢谢大家